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 从追捕有权有势的政客到一只小官僚 中国当局惩治贪污腐败 现在要追溯过去翻阅所有旧的档案文件 依照到当时当局忽视或选择不追究的可能的错误行为 有的时候甚至死人都不放过 文章介绍在过去的一年里 共产党的调查人员因为涉嫌腐败和其他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的罪行 而逮捕了一系列长期任职官员和前官员 这一系列回顾性调查首先针对的是内蒙 这是中国最大的产媒体之一 但是此后却延伸到了全国 华尔街日报文章分析认为 内蒙古北部的当局从二零二零年春季起 发起了惩治二十年前与煤炭有关的腐败行为运动以来 现在已拘留了数十位退休官员 其中包括一位在十四年前就下台的官员 而最近几个月几个城市的司法机构都表示 正在审查长达三十年前的假释案件 以发现过去的不当行为 在五月中国政府命令公共安全机构重新建立审查就案机制 作为全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 这样的回溯性调查标志着习近平长期以来的反腐行动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行动曾经帮助他清除对手集中权力 并且主要针对涉及近期或持续的行为人 而文章引述分析者表示 这样的行为表示习近平希望反腐斗争不断保持高压态势 长期持续 有专家认为反复有助于减少腐败 在习近平明年有望第三次当选共产党领导人之前加强他的权威 但是最近的打击行动可能会加剧官员的不作为 他们越来越害怕触判习近平对于党员施加的一系列扩大的规则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场运动也阻碍了地方干部的实验创新和冒险行为 他们担心任何偏离既定批准程序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非法 而回顾性的调查显然会加剧这一种恐惧 文章分析认为与毛泽东时期寻求共产党不断革命的方式类似 习近平不断扩大和重塑他的反腐运动 说这是防止官员自满的必要手段 但是虽然毛泽东经常通过混乱进行统治 习近平却一直在做相反的事情 通过前所未有的推动制定党的规则来加强对于官僚的控制 而文章认为习近平自制定了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党内规则五年计划之后 目标是在今年夏天该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建立一个全面的党内法律体系 本周习近平政府已公布了新的条例 规定党应该如何建立内部机构 以培养忠诚有效的官僚队伍 学者统计截至二零一九年一共有四千九百多套内部规则 包括中央领导层发布的二百三十套 但是官员们承认更多的规则并不意味着更好的纪律 当局发布了各种指导手册和解释文章 以帮助党员了解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定 有一家省级的党政机构在九月发表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写道 有这么多党内法规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吗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于党内披露信息的审查 现在调查所谓根深蒂固的腐败已经在内蒙就专项立案至少一千人 其中甚至有死亡官员 并追回了相当于六十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至少有三十四位官员已退休 包括一位本月届满七十五岁二零零六年就已离职的官员 党政当局赞扬了内蒙古的努力 并表示将更多的利用追溯性调查手段 最近几个月最高执法官员已下令努力审查旧的有组织犯罪案件 并调查公安人员过去的不当行为 习近平在三月对于内蒙古官员表示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发现错误行为 党都必须对贪污行为表现出零容忍 他表示反腐斗争永不停息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文章 作者介绍石正丽等武汉实验室关键人物 在多次媒体表述中似乎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这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文章介绍在有一段中国官方媒体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发布 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中 而有一位被称为蝙蝠猎手的科学家田俊华表示 如果皮肤暴露在外就很容易接触到蝙蝠的排泄物和污染物质 这是相当危险的 这部由中国国家广播公司发布的视频 旨在宣传中国领先世界的病毒研究 但是华盛顿邮报披露 这段视频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透露的内容 中国以外的人对于武汉疾控中心从那次考察中收集到的科学信息一无所知 该机构负责中国早期大流行反应 小组没有透露在洞穴中发现了什么病毒 甚至没有透露病毒以及任务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地点来进行什么样的研究性质 而根据世卫组织在今年三月发布的报告 武汉疾控中心否认在冠状病毒爆发前有任何涉及蝙蝠病毒的存储或者实验室活动 这样的说法与田俊华在这一段视频中所表示的 曾经访问过几十个蝙蝠洞 并研究过三百多种病毒载体的说法难以调和 文章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田的团队或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另外一个病毒专家石正丽 他们的研究与病毒爆发有关 也没有更多的进阶证据来支持有关于大流行病起源的任何理论 许多科学家表示最可能的途径仍然是自然界传播 由动物跳到人类 但是世卫组织负责人拜登政府其他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谴责中国 对于自己的病毒研究没有足够的公开透明 除了这一位甜性科学家之外 另外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是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 她被称为中国的蝙蝠女 以至是中国的冠状病毒研究明星 多年前发现了多种类似SARS的病毒 并对新的大流行病的风险提出了有预警性的警告 她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实验室里 还发现并研究了冠状病毒最接近的有关于氢原毒株 但是科学家们注意到需要几十年的进化 才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 世卫组织的报告表示 石正丽告诉访问团所有实地工作都是在使用全套防护设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包括N95口罩连体服护目镜和手套 但是在二零一八年六月的一次讲座中 石正丽却说工人在实践中没有这样做 她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穿上更简单的防护措施 这没有问题 这是她在一个中国节目议席中所说的话 她说这是因为大多数的蝙蝠传播病毒不能直接感染人类 需要通过中间宿主 为了说明这一点 她展示了她的团队在山洞里撒网捕捉蝙蝠的幻灯片 并在之后对样本进行分类 当时工人只戴着薄薄的外科口罩 还有橡胶手套 另一些人甚至是赤手空拳 石正丽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加强保护呢 比如山洞里有太多的蝙蝠 你在进入时有很多灰尘的时候 随着对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质疑加剧 石正丽在七月给科学杂志写了一份长长的声明 她说病毒不可能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因为她的研究团队在研究中没有遇到过这种病毒 而且所有工作人员的冠状病毒抗体测试都是阴性的 她说在大流行之前从未接触或研究过病毒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她也承认由于资金和人员的限制 实验室没有对所有的样本进行基因测序 有趣的是不管是田俊华教授还是石正丽都承认过安全事故 二零一七年田俊华告诉武汉晚报 有一次他忘记了个人防护设备 被建上了蝙蝠的闹尿液 导致他在家里被隔离了两个礼拜 他还说有的时候他试图用钳子抓取动物时 蝙蝠的血液喷浸到了他的皮肤上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济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有关于刘鹤以及美方团队对话的更多进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六月三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最近一周刘鹤副总理与戴琪大使和耶伦财长分别通话 两次都是五十分钟左右的视频通话 这次通话有几个特点 首先双方沟通开局顺畅 两次通话中双方都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就中美经贸关系宏观形势国内政策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都认为交流是专业坦诚建设性的 中美经贸领域一开始正常沟通 第二求同存异是共识 双方都认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十分重要 存在诸多可以合作的具体领域 也都提出了各自关切的问题 第三从务实解决问题入手 双方同意下一步要从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角度 共同努力为生产消费务实解决具体问题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其中高峰特别提到中美经贸领域已开始正常沟通 引起外界关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财长在六月三日表示 国家财富基金将退出美元资产 投资于欧元人民币和黄金资产 俄罗斯财长表示 欧元份额将是百分之四十 人民币则是百分之三十 黄金百分之二十 其余英镑和日元各占百分之五 俄罗斯财长表示 新的投资结构将在一个月内就实行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华为有关的消息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华为在六月二日发布了鸿蒙二点零操作系统 发布会同时在中国各大互联网媒体直播 但是华为在弹幕分享网站 bilibili简称B站的直播却遭遇了封禁 而第三方视频主的直播也一同被封 甚至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旗下的B站账户 新华社快看也被封建 文章介绍华为公司在发布会前的预热海报装 详细列举了六月二日鸿蒙二点零操作系统发布会直播平台 而有关于封建华为直播间一事 网友在第一时间联系B站客服 客服表示是由于涉及个人隐私 但是此后有消息人士表示 B站之所以封建华为直播是因为鸿蒙二点零操作系统发布会 属于商业直播而华为没有向B站备案 华为是否向B站备案现在不得而知 也有网友猜测可能是涉及了商业利益问题 再与您关注到的是马云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知情师透露蚂蚁已成立一个将近十人的部门 来负责处理国际层面的政府和政策事务 高级副总裁陈磊明将兼任部门主管 而目前部门正在招聘团员 由于此事上位公开知情人不愿透露姓名 知情人士表示蚂蚁海外拓展的核心是数字钱包和支付 这些涉及庞大数据业务需要与当地有关部门保持良好联系 而新常立部门优先瞄准的重点市场是东南亚香港和澳门 之后欧洲也会成为目标 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 数月前从蚂蚁离职的保险业资讯人士引民在五月回归 他当初离职适逢监管部门对于集团进行整顿 而知情人士表示引民回归蚂蚁后将继续掌管公司战略发展部 并以发展部副总裁的身份与政府机构定期交流 根据监管公告引民是在二零一五年首次加入蚂蚁集团的 而他之前在中国的保险业工作了十年有余 也曾经领导蚂蚁的保险业务 另外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另外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已批准了蚂消费金融部门运营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周四发布的通知 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达到八十亿元 蚂蚁持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这个在重庆注册的单位将被允许向个人发房贷款 发行债券并从国内金融机构进行借款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人民币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表示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而中国掏出了更多的招数以减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 但随着美国货币疲软和大流行病后强行复苏后资金涌入中国 中国仍面临艰苦战斗 在周二政府向国内金融机构授予了最新的配额 允许他们根据合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计划海外投资 而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为十七家金融机构批准了价值一百零三亿美元的国内机构投资者QDI配额 这是去年九月发放新配额以来最大的一批 通过允许更大的资本外流 这将增加对外汇的需求给人民币带来下行压力 此举发生在中国人民银行提高金融机构必须持有外汇存款准备金数额第二天 分析师估计在规则在六月十五日生效时将从外汇市涨上抹去二百亿美元价值 新的措施SOHO已经达到了预期效果 阻止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上涨 在周四下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六点三九 比周一的六点三六有所减弱 较高的人民币汇率数字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民币来购买亿美元 表明中国货币出现走弱压力 尽管如此面对美元持续走软 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带来大量资本流入 以及随着贸易谈判恢复 美国审查力度加大 中国政府对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难度仍然相当之大 赵大银行分析师认为 中国居民企业将资产配置到海外是一种趋势 鉴于巨大的资金流入和快速的人民币升值 这样的趋势已出现了加速 近年来鉴于二零一五年股灾后资金脉流 中国政府严格管理资本流动 在随后的两年里 中国用掉了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控制人民币价值 但是资本控制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放松 当时外国投资者竞相购买中国股票债券 原因是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 五月份流入中国股票市场资金已达到一百一十三亿美元 四月份外国投资者增持了七百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债券 而未偿还总额已达到市场规模的百分之三点八 比去年有所增加 到目前为止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批准了总额是一千四百七十三亿美元的QDI 国内机构投资者配额 其中四百三十三亿美元是自去年九月以来批准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民国东部时间六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明立场的长篇报道 明立场杂志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 通过对四十多人的采访 以及对数百页美国政府文件的审查 包括内部备忘录会议记录和电子邮件通信 发现在针对疫情起源调查问题上存在严重利益冲突 有部分是源于支持由争议的病毒学研究的大量政府拨款 阻碍了美国对于疫情起源的调查 在国务院会议上试图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更大透明度的官员说 他们的同事明确告诉他们不要探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性研究 因为这将使得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受到外界更多瞩目 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以来 病毒现在已经感染全世界超过一点七亿人 导致三百五十多万人死亡 而时至今日科学家仍不知道这种病毒到底是为何或者如何突然出现在人类群体中 在名利场获得的内部备忘录中国务院均被控制核查和履约局的前代理助理部长托马斯迪南诺写道 来自两个局分别是他自己的局和国际安全核不扩散局的工作人员警告他局内领导人 不要对于疫情的来源进行调查 因为如果继续调查将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有理由怀疑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是否存在 因为自然一出导致疫情爆发的历史很长而且有据可查 即使初始和中间宿主动物在数月或者数年来一直是迷 有病毒学家表示疫情序列的怪异之处其实在自然界也可能发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验室泄露调查假设并不成立或者不值得调查 疾控中心的前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 在他告诉CNN他认为病毒有可能从实验室逃脱之后 他收到来自科学家同行的死亡威胁 在过去的一年里实验室泄露假说不仅被视为不太可能 甚至被认为是禁区 文章介绍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九日 来自四个不同部门的十几位国务院雇员聚集在会议室里 讨论即将前往武汉的调查团 他们以致认为有必要迫使中国允许进行彻底可信和透明的调查 不受限制的进入武汉市场医院和政府实验室 然后话题转向了更敏感的问题 美国政府应该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公开进行什么样的表态呢 国务院均被控制核查和履约局的小组 已经对研究所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 获得的最新机密情报表明 三位对于冠状病毒样本进行功能增益实验研究的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 在二零一九年秋季升定 根据名利厂获得的会议文件 当预会官员讨论他们可以与公众分享什么时 国务院国际安全与不扩散生物政策参谋部主任克里斯托弗帕克建议 他们不要说任何会指向美国政府自己在功能增益研究中作用的内容 世界上只有两个位于德克萨斯州和北卡莱纳州的实验室正在进行类似的研究 第三个就是武汉的实验室 而当时一些预会者被吓坏了 有一位熟悉会议进程的官员对名利厂透露 美国政府中的人似乎可以在正在发生的灾难中提出如此赤裸的反对透明度的论点 这实在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安 二零一七年曾参与取消美国政府暂停资助功能增益研究的人 并不是唯一警告国务院调查人员不要继续挖掘相关信息的官员 接受名利厂采访的四位国务院官员表示 在小组探究实验室泄露假设以及其他可能性时 其成员被反复劝告不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迪南诺表示这些告诫有掩盖事实的味道 我不打算参与其中 而文章介绍美国政府有两个主要小组在研究疫情的起源 一个在国务院另外一个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 在大流行开始时国务院没有人对武汉实验室感兴趣 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掩盖疫情的严重性感到关切 当时政府关闭了华南市场下令销毁实验室样片 正称在发表前任何有关疫情的研究必须要经过审查 并且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团队 随着问题的涌现 国务院的主要中国政策战略家余茂春说 世界上的人员基本上保持沉默 能够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余茂春开始对网站进行镜像汇编 并将其有关研究的问题汇总成了一份档案 在四月份他把档案发给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国务卿公开要求进入武汉实验室 目前还不知道余茂春的档案资料是否被送到了川普手中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声明 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围绕实验室泄密理论日益高涨的兴趣 他表示情报界同意广泛的科学共识 也就是这种病毒不是人造的或者是经过基因改造的 但是将继续评估疫情是否通过接触感染动物开始 还是通过武汉的实验室事故所造成的 国务院官员迪南诺写了一份备忘录 指控他所在部门的工作人员被警告不要继续调查疫情来源 因为如果继续调查可能会找到麻烦 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询问 有人做出了一个不理智的决定 这时川普本人也参与进来 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川普发表了与他自己的情报官员完全相反的说法 声称他看到了机密信息表明病毒来自武汉的病毒学研究所 而被问及病毒证据是什么事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我不被允许告诉你这个 根据博明的说法 川普过早的声明对于追寻疫情起源来说是毒药 政府内部出现了一种像抗体反应一样的结果 任何有关于实验室来源的讨论 让任何与实验室来源相关的讨论都无法继续进行 而这种反感也延伸到了国际科学界 他们的沉默让余茂春感到沮丧 他回忆说任何敢说话的人都会被排斥 实验室泄密的想法最早不是来自于鹰派的川普阵营 而是来自于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 他们早在二0二0年一月就开始分享一些猜测 在二月有一篇由两位中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研究论文 作为预印本出现在网络上 他研究了一个问题 新型的冠状病毒是如何进入武汉这个城市的 这出现在大多数蝙蝠东眠的沿东 并将一个不出售蝙蝠的市场变成了疫情的中心 而论文提供的答案是 我们对于海鲜市场周围区域进行了筛选 确定了两个进行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 第一个是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距华南市场仅二百八十米 据说收集了数百份蝙蝠样本 第二个则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这篇论文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直率结论 说这种知名的冠状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可以采取措施将实验室迁离市中心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地方 但是就在这篇论文出现在互联网上不久就消失了 美国政府官员却注意到了这篇论文 当时博明已经批准成立了一个疫情起源调查小组 由负责监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局管理 博明是一位长期的亚洲问题专家和前记者 他有意让小组的规模变得小一些 原因是当时政府内部有许多人完全不考虑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博明表示许多专家都接受或者批准了功能增益研究的资金 博明表示他们的利益冲突在混淆视听和污染公正调查的方面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而当他们梳理公开资料和机密信息时 团队成员很快就发现石正丽和北卡莱纳大学流行病学家巴里奇 在二零一五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 证明新型冠状病毒的碎状蛋白可以感染人类细胞 他们用小鼠作为实验对象将来自中国的红马蹄服蛋白插入到二零零二年SARS病毒的分子结构中 创造了一种新的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 这个功能增益实验是如此的危险 以至于作者自己都对此有所警示 他们写道科学审查小组可能认为类似研究风险太大 不能继续下去 事实上这项研究旨在发出警告 警报世界在蝙蝠种群中流传的病毒有重新出现的潜在风险 论文的致谢中提到了美国国家研究院和一个名为生态健康联盟的非盈利组织提供的资金 该组织从美国国际发展署中拨得了拨款 生态健康联盟是由彼得达斯扎克所管理的 他是此前在柳叶刀发表声明说病毒自然起源 并且随后加入了WHO溯源调查的动物学家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 表明中国实验室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安全 石正丽本人也曾公开承认在大流行病之前 她团队的所有冠状病毒研究 有些涉及类似SARS的活体病毒 都是在不太安全的三级甚至二级实验室所进行的 此前在二零一八年有一个美国外交官代表团参观了武汉的P4实验室 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根据华盛顿邮报专丸作家此前报道 在一份非机密的电报中 他们写道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明确的协议 威胁着该实验设施的安全运行 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阻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领导层 宣布实验室已准备好进行四级病原体研究 其中包括最剧烈的病毒 这些病毒构成了气溶胶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高风险事件 而在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 又有一个消息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感到惊讶 这就是习近平亲自宣布了一项计划将迅速实施一项新的生物安全法 以加强整个中国国家实验室的安全程序 博明反映这是对机密信息的回应吗 在大流行病的最初几周 怀疑这东西来自实验室似乎并不是一个疯狂的观点 而史正理随后在接受科学美国人杂志采访时表示 他的实验室率先对于病毒进行了测序 文章记述他疯狂地翻阅自己实验室过去几年的记录 检查是否有任何处理实验材料不当的行为 当结果出来时时正理松了一口气 他说没有一个序列与他的团队从蝙蝠洞中取样的病毒相符 他说这真的让我觉得释然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而当国家安全委员会追踪这些不同的线索时 为他们提供建议的美国政府病毒学家特别标记了一项 在二零二零年四月首次提交的研究 二十三位共同作者中有十一人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 这是中国军队的医学研究机构 利用被称为的基因编辑技术 研究人员设计了具有人性化肺部的小鼠 然后研究他们对于当前病毒的敏感性 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从发表日期往后推 以确定研究的时间表示 很明显这些小鼠是在二零一九年夏天某个时候被设计出来的 在大流行病开始之前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感到奇怪 中国军方是否在人化小鼠模型中运行病毒 一查看哪些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呢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认为 他们发现了有利于实验室泄露假说的重要证据 开始与其他机构联系 但是这个时候锤子砸下来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反扩散和生物防御的高级主管鲁吉罗表示 我们被解雇了对我们研究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 生态健康联盟和世卫组织之间的合作也被川普政府盯上 不久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官员以书面形式通知达斯扎克 说他的资助已被终止 该命令直接来自白宫 夫妻医生后来在国会委员会作证 这样的决定引发了一期风暴 八十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给川普卫生官员的一封公开信中谴责了这样的决定 而六十分钟栏目则报道了川普政府对于科学短视的正直化行为 在七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又恢复了拨款 但是暂停了研究活动 说直到生态健康联盟必须满足其七个条件 其中一些条件超出了非盈利组织的权限 他们包括提供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研究员突然不见了的有关信息 社交媒体上传言他是零号病人 以及解释二零一九年十月武汉病毒研究所周围手机流量减少和陆站的情况 根据一个叫做美国知情权信息自由组织所获得的信件 人们很快发现达斯扎克不仅签署了最具影响力的柳叶刀科学家联合声明 而且还组织了有关于声明病毒起源于自然的有关活动 目的似乎是为了掩盖它在其中的作用 并制造科学界一致的印象 到了二零二零年夏天 美国国务院有关于疫情起源的调查已经冷落 当时均被控制核查和履约局的官员们回到了他们的正常工作 但是那年秋天国务院小组从一个外国来源得到了一个提示 关键信息很有可能存在于美国情报界自己的档案中却没有得到分析 而后来这一线索发现了机密信息 让很多国务院官员觉得重要 这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都与冠状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有关 他们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生病了 有情报分析员通过机密渠道筛选发现了一份报告 概述了为什么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是可能的 但是尽管获得了这一些文件 当他们终于向准备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代理副部长克里斯福特简报时 福特却对他们的调查十分反感 他表示他是从机构间的同事里面听说的这一项调查 而不是从团队本身 而这种保密性让他觉得不恰当 他认为整个过程没有得到约束 他说是不是有人发起了不负责任的调查 目的是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呢 他并不是唯一对调查有顾虑的人 有一位了解国务院调查的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这些调查是为川普政府的某些客户所写的 我们要求提供做声明背后的报告 这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我们读到报告提到的却是某条推文和某个日期 这不构成证据 福特回忆在听取了调查人员的所谓调查结果之后 国务院生物武器办公室的技术专家认为这些人是疯了 国务院小组则说是福特试图强加一个先入为主的结论 疫情是来自自然起源 由于深深的不信任 国务院小组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 秘密的对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来进行筛查 该小组在一月七日晚间举行了会议 就在国会大厦发生叛乱的第二天 当时福特已宣布了他的辞职计划 根据名利厂获得的会议记录 有二十九人登陆了国务院安全视频电话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 科学专家包括拉尔夫巴里奇阿琳纳臣 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专家大卫雷尔面 阿世邀请了创建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的专家葵伊 提出统计分析 以权衡实验室来源与自然来源的可能性 而巴里奇则对他的分析嗤之以鼻 他表示计算结构没有考虑到自然界中存在的数百万个蝙蝠序列 仍不为人所知 根据会议记录 当国务院的一位顾问魁伊是否做过类似分析时 他说凡事都有第一次 虽然他们质疑魁伊的发现 但是科学家们认为还是有其他理由 怀疑可能病毒来源于实验室 但是巴里奇表示 如果来自强大的动物库 人们可能会看到多个引入事件 而不是单一的爆发 他表示这并不能证明这是从实验室中逃逸的 福特对于他所认为的小组的薄弱证据 以及之前的秘密调查感到非常不安 在一份四页的备忘录中 他总结了他的担忧 将其保存pdf以便不能修改后 他在第二天早上将备忘录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国务院多位官员 福特批评小组缺乏证据 并补充说我要提醒你们 不要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武汉参与机密项目有任何潜在的可疑之处 暗示有生物战活动是不恰当的 你很难说军队参与机密病毒研究本身存在问题 美国军队多年来也一直深入参与美国的病毒研究 而我们提到的迪南诺在第二天给福特的备忘录 发了一份长达午夜的反驳文件 他指责福特歪去了小组的努力 并列举了他的团队所面临的障碍 技术人员所面临的困难 而这样一年来相互的猜疑 终于演变成了两份互相对峙的备忘录 国务院的调查人员继续努力决定公开他们的担忧 他们继续进行了长达数周的努力 以解密一杯情报界审查过的信息 一月十五日在拜登总统宣誓就职的前五天 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活动的情况说明 披露了关键信息 就是二零一九年秋季在第一个确定的疫情案例之前 那里的几位研究人员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而且那里的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展开了秘密项目 至少从二零一七年开始就代表军方从事机密研究 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一位前国务院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并没有回避这样的信息 而福特则表示 我非常高兴看到蓬佩奥的声明通过 我很欣慰他们使用的是经过审查和认可的真实报告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消息 根据来自CNBC的报道 拜登总统将全球反腐工作将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向联邦机构发布了新的指示 要求优先努力应对这一问题 该指示在今天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的形式出现 这是拜登总统任期的第一份备忘录 被忘录正式将国际反腐确认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 政府官员在向记者介绍背景时表示 被忘录很重要 公开通知联邦机构需要加强反腐败工作 被忘录指示对如何改进反腐败措施 进行为期二百天的机构间审查 最终向总统提交报告和建议 官员表示 指令主要部分将集中在金融犯罪上 包括采取措施使现有的反腐败法律现代化 以对抗加密货币和网络犯罪等 官员表示 我们将加密货币视为非法金融的一种手段 新被忘录绝不仅限于加密技术等新技术 被忘录表示联邦政府将有力执行一月份所制定的新规 要求美国公司向财政部报告其受益人或所有者 这是旨在减少离岸金融保密改善信息共享 并在必要时确定新改革的重要努力一部分 备忘录还指出需要解决外国实体和政府 以及其国内合作者的战略腐败问题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随着美国在地区存在减少中国正在中东地区展开外交公式 并一直在扩大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系 这是华盛顿在地区的传统盟友 现在北京方面已经同意向这个由阿拉伯半岛东部七个酋长国组成的海湾国家 提供中国研发的疫苗以及中国的5G技术 阿联酋公共卫生当局在五月中旬宣布 计划接受中国国家支持的国药集团的疫苗 还从辉瑞以及阿斯利康还有俄罗斯的公司等获得了疫苗供应 但是大多数的剂量将从中国进口 中国阿联酋还同意在阿布扎比哈利法工业区建设一个新的国药集团疫苗生产场 该协议是外长王毅在三月底访问期间所宣布的 所生产的疫苗也将被用于出口 阿联酋还在寻求中国的帮助以抵御恐袭和监控反政府武装 预计阿联酋还将与华为合作建设该国5G网络 中国人民银行正与阿联酋的同行共同研究使用数字人民货币来进行跨境支付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阿联酋与中国定有引渡条约 此前阿联酋当局在迪拜拘留了一位美国永久居民 这是一位十九岁的学生 他此前在网上发表了有关于去年中国和印度军队 在争议地区发生致命武装冲突的评论 阿联酋表示支持中国保护其核心利益的努力 观察者们预测这些国家改变石油收入分配的过程中 公众对于民主的需求可能会增加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把没有西式民主却实现强劲经济发展的中国看成是他们经济战略的典范 随着来自中国挑战不断增加 美国将战略中心转向亚洲并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的承诺 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军队从阿拉伯撤军 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军队从伊拉克撤军 北京希望填补空白并与伊朗达成了为期二十五年的战略协议 在扩大关系的同时 一些阿拉伯国家同时对北京的意图保持警惕 这样的变化也给华盛顿带来了压力 要求其不要缩减对于地区的承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富豪许家义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彭博社的观点文章 文章介绍北京监管机构对于小盘股的闪电崩盘一般无动于衷 但是只要有一个大的丑闻他们就会对香港的自由金融进行打击 中国现在已在言论自由方面收紧了对于香港的控制 但是在金融服务业仍保留着巨大的自由 香港仍有一套自己的证券监管机构 银行仍然乐于为渴求廉价资金的大陆公司安排融资 但是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呢 现在的焦点是中国恒大集团 这个大陆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 根据财新网此前的报道 北京的金融监管机构正在调查恒大与香港上市的盛京银行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部位于辽宁东北的盛京银行将恒大列为其最大股东 透过不透明的交易 该银行购买了该开发商的债券 而其他投资者对其避之不及 据报道 盛京对于恒大的风险敞口总额已达到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亿元 这对一个省级商业银行来说是巨大的数额 而一级资本只有七百九十亿元 恒大的流动性问题可能已经耗尽了圣经的全部股权缓冲 导致可能破产或者使国家必须出手救助 当彭博社上周联系时 恒大代表表示拒绝置评 但是表示会用资金来偿还债务 圣经银行则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那么恒大又是如何成为圣经的股东呢 干银行在香港上市 而恒大的创始人许家印在香港有强大的朋友圈 它属于一个极其特殊的俱乐部 被中国扑克牌游戏而命名叫除大地俱乐部 在其富豪朋友的帮助下 许家印击退了做空者 重建了对其下挫债权的信心 甚至在一家亏损的电动车企业中 还创造了流星般的涨势 有银行的支持对于那些杠杆率 以超过北京监管三条红线的开发商来说是十分有用的 这条红线是在二0二0年夏天所制定的 但是结构性的问题也会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香港监管机构是否问过为什么这些富豪 买下了中国东北一家中型区银行 而这家银行没有提供股票回报或交易流动性呢 香港的证券监管机构对于许家印的朋友 帮助他管理恒大的电动车部门并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当离岸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一开始影响中国自己银行体系的健康时 中国会对此进行关注 文章认为二零一七年当肖建华被从四季酒店带走 并带到大陆 并现在仍关押在那里以来 现在有关于中国富豪在香港的命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如果北京觉得需要在香港进行更深入的清洗 金融业自由恐怕也会面临风险 好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拜登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博士公开呼吁中国必须公开九人的医疗记录 这些人的疾病可能为疫情是否因为实验室泄露首次出现提供重要线索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告诉金融时报 这些记录可能对于帮助解决这一种已经在全球造成三百五十多万人死亡的疾病起源争论解决有所教义 有关记录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 据说他们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患病 还有六位矿工 他们在二零一二年进入一个蝙蝠洞后患病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随后来到洞穴 从蝙蝠身上取样 其中三位矿工后来死亡 福奇博士表示我想看看那三个据说在二零一九年生病人的医疗记录 他们是否真的生病了 如果生病的话得的是什么病 多年前得病的矿工也是如此 那些人的医疗记录怎么说 这些人身上是否有某种病毒 这些病毒又是什么 完全可以想象疫情的起源就在那个山洞里 要么是自然传播 要么是通过实验室 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有关于拜登政府是否向中国索取医疗记录的问题 而疫情起源已成为这一场大流行病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去年说他认为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 但是当时的话被大多数科学界人士否定 他们认为冠状病毒从动物自然跳到身上可能性大得多 但是再有一群杰出的科学家签署了一封信后 实验室泄露理论在最近几周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科学家们认为应该认真对待这一理论 人们也重新关注武汉的研究人员 他们在正式记录第一例病例前几周被送进医院 拜登上周命令美国情报部门在九十天内就大流行病的起源得出分析结论 白宫方面表示情报界的两个部门认为是自然传播的 第三个部门认为来自武汉研究所 但是这几个部门都没有对结论有很高的信心 福奇此前一直被指责 特别是被保守派指责 说他淡化实验室泄密理论 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他所在机构的声誉 而他所在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曾帮助资助武汉有争议的蝙蝠研究 国务院疫情起源调查的前负责人阿什则质疑 为什么福奇现在才要求提供医疗记录 他表示川普政府在一月份公开表示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武汉科学家出现了病毒症状 阿什表示我对福奇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感到震惊 阿什本人现在哈德逊研究所工作 他表示虽然他尊重福奇 但他对他所认为的美国国家情报局以及其上级机构 但是认为他以及他所在的机构没有对于实验室泄露的假设给予充分的重视 福奇则告诉金融时报 他仍然相信病毒首先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类的 并且指出即使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确实患有这种病毒 也可能是从更广泛的人群中所感染的 但是他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调查 他表示我一直认为 鉴于我们在SARS病毒MERS病毒 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前流感 还有二零零九年初流感大方面的经验 绝大多数的可能性是病毒跨越物种传播到人类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 直到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被证明 但是他驳斥了他的组织应该对此负责的观点 他说我们每年给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机构 提供十二万元的宴覆研究费用 这难道真的是我们被牵连的证据吗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表示 美国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介绍说 在近日不断出现黑客事件和网络犯罪分子造成损害 日益严重之后 美国司法部正在将勒索攻击的调查 提升到与恐怖主义类似的优先地位 美国方面将在华盛顿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 以协调调查问题 司法部的首席副检察长卡林表示 这是一个专门的程序 以确保我们跟踪所有的勒索软件案件 无论它在这个国家在哪里出现 上个月美国当局表示 来自俄罗斯的网络犯罪集团渗透到东海岸的管道运营商 锁定了其系统并要求支付赎金 这一次黑客袭击造成了持续数天的关闭 导致天然气价格飙升出现了恐慌性购买 东南地区甚至出现局部的燃料短切 而当时臣民地管道公司决定向入侵其系统的黑客支付将近五百万美元 以重新获得访问权 司法部的指导意见特别提起了这一期案件 说这是数字罗索对于国家构成日益增长威胁的很好的案例 路透社看到的指导意见表示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在国家和全球案件调查中建立必要的联系 并使我们充分全面了解到我们所面临的国家经济安全威胁 我们必须加强集中我们的内部跟踪 美国官员表示 司法部决定将勒索软件推入这一特别程序 卡林表示 我们以前曾围绕恐怖主义使用过这种模式 但是从未对勒索软件使用过 在实践中 这一位处理勒索软件攻击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人员 将被要求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分享最新的案件细节 以及各种技术情况 该指导还要求各办公室关注 并包括其他侧重于更广泛网络犯罪生态系统的调查 根据指导意见 现在需要中央通报的调查清单 包括多类案件 包括反病毒服务 非法在线论坛或者市场 加密货币交易所 防弹托管服务以及在线洗钱服务等 前美国检察官和网络犯罪专家评论表示 加强报告可以使司法部更有效的部署资源 并确定网络犯罪分子常见漏洞 而就在此前一天 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管理美国纽约市公共运输的大纽约交通管输局 在周三证实电脑系统在四月遭怀疑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入侵 但是成功阻挠没有敏感资料失窃 黑客没有存取控制系统 当时每天接受数百万人的铁路服务没有受到影响 虽然纽约方面没有点名中国是幕后黑手 但是纽约时报援引与联邦政府合作 以及协助识别入侵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焰表示 这一次攻击相信是由中国政府所支持的黑客所发动的 在网络安全受到日益关切的今天 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更多关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美国对中国投资禁令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拜登总统今天扩大了禁止美国人投资 据称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的范围 将更多的企业列入黑名单 这激怒中国政府并引起投资者的不安 拜登总统在今天签署了行政命令 使被禁止接受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总数已达到五十九家 他的政府正在继续前总统川普留下的一些强硬中国政策 许多新的目标公司是国有公司和其他企业的子公司和附属公司 这些公司被列入先前的黑名单 包括与国有航空航天巨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关联的一批公司 以及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有关的两家附属公司 新的命令阻止美国人投资这些公司 但是有六十天的宽限期 直到八月二日制裁开始之前 已经投资于这些公司的美国人 将有一年的时间直接或者通过共同指数 或其他基金来进行撤资 在拜登政府对于中国政策进行广泛审查时 包括如何应对川普当时所采取的关税和其他贸易措施 已成为关注焦点 目前的行动是迄今为止最坚定的行动之一 尽管美国最近与盟友一起对参与大规模 监禁新疆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 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也导致一些人担心有可能会出现武装冲突 分析人士表示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正在采取的广泛步骤中的一项行动 加强我们与中国的竞争 并反击其违反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早些时候被问及这一预期变化时说 川普政府的命令是在完全不顾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的 说美国应该尊重法治市场纠正错误 停止破坏全球金融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动 并且说中国政府要采取措施维护企业的权利和利益 川普总统在去年十一月签署的命令 最终确立了由国防部管理的四十八家黑名单 旨在切断美国对供应商还有其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联系公司的融资 被列举的公司包括一些中国的顶级技术公司 比如杭州海康威市等 同时还有工程造船核能和其他部门的众多国营公司 但是川普最初的命令在投资者中造成了混乱 并不断受到法律挑战 纽约证券交易所曾下令撤销 然后又下令将三大电信运营商美国存托凭证退市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后来赢得了缓刑 联邦法官在三月质疑五角大楼将小米列入黑名单是否有法律依据 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川普政府的命令曾遭到诉讼 新版本意在提供更坚实的法律基础 拜登政府官员还表示 根据新的命令 黑名单将由财政部管理 该部门负责监督美国所采用的许多经济制裁 周四的命令扩大了目标企业的范围 不仅仅是与军事有关的企业 还包括监控技术领域的公司 川普时期引起投资者投诉的一个问题是 禁令是否适用于被列入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 而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子公司问题是将名单扩大到五十九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表示名单在未来还要增加 上任后 拜登政府官员曾经表示要对中国保持不妥协的态度 尽管北京方面发出呼吁 拜登政府在关税问题上仍保持与川普政府类似的立场 商务部又禁止向华为和其他公司转让美国技术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消息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总部设在北京的一个智囊团表示 美国五月份在南海上空进行了七十二次侦察飞行 在有争议的水域上保持持续存在 这一家叫做南海战略行使探测计划的智囊 在周四发表阅读总结表示 五月份美国在中国海岸附近的侦察飞行行动比四月份又有上升 同时这个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巨大 去年同期只有三十五次 该智囊团此前的报告表示 美国敌机在争议海域的行动创下了记录 一月七十次二月七十五次 报告还说美国海军在五月份的七十二次飞行中 有五十七次是由海军进行的 其余则是由空军进行的 智囊报告还表示 这提醒我们需要为针对美国的军事对抗做好准备 监测该地区军事活动的智囊团表示 当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威尔博号上个月穿越台湾海峡时 美国反潜巡逻和侦察机以及一架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飞行 这些飞机可能是在为军舰提供情报支持 北京方面一直表示这一次过境是挑衅 并说向台独支持者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在上个月美国国防部表示 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 美国加强了对于中国海岸附近的侦察活动 在去年与川普执政时期相比 美国军舰在中国主张的水域 以及其周围的此类行动已至少增加百分之二十 飞行活动则增加百分之四十 拜登在四月利用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首次讲话中 将美中关系描述成为一场世纪之战 并发誓要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 不是为了引发冲突而是为了防止冲突 而上周北京说美国应该对改善两军之间的沟通表达诚意 当时国防部的发言人表示 我们敦促美国走好自己的路表现出诚意 与中方进行相向而行 以加强对话和沟通并妥善处理争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其他节目 感谢观看